光明村位于嘉善天宁镇 村民范先生介绍 这片水域叫做东陵湖 总面积有600多亩 去年年底 村里把其中400多亩 承包给了一位楚老板 做鱼塘 放假了回来一看好了 变成堆土房了 以前的鱼塘的河堤的宽度 大概在1米到2米左右 现在已经是形成一个 面框基本上达到6米了 范先生提供了东陵湖 以前的照片和视频 他说原本这里水清暗绿 现在每天都有不少大货车 运着土石方过来 把糖低填得又高又宽 他们怀疑对方老板 可能不是用来做鱼塘 如果是你是来养鱼的 那么我们是以 水面面积为主 我们不可能是 以河地面积为主的 对吧 你下面全是建筑垃圾 你养鱼你要拉网 你要收鱼的是 这里网怎么拉 没法拉的呀 它现在完全不是 承包来养鱼的 完全是承包来堆土房的 按照常规来说 你只要消耗 这个杀土肯定是 能有利润的 对吧 范先生说 糖低坐高坐宽后 水位可能也会升高 他们觉得会产生安全隐患 另外 有村民在土石方里 发现了不少废砖烂墙 猜测运来的 很有可能是建筑垃圾 第一问题 是我们的环境问题 水质受到影响 对吧 还有我们的鱼塘 他等于说他现在的鱼塘的低 比我们的农田将近高出两米 如果说发生洪涝灾害 那么会形成一种道观 对范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 记者找到承包鱼塘的楚老板 他说这400多亩水域 他一共承包5年 塘低年久失修 很多地方都坍塌了 他需要修一条路出来 方便运输 这个糖梗太低了 不能养鱼 这条没有公路 汽车不能开进来 所以要做一条公路出来 因为土方是 我是大体不清楚 他们是加薪 说火车转 挖火车转底下装过来的 都是大标的 他们把这个运到这里来 是你给他们钱 让他给你钱 没有什么的 我都一分钱都不收 他们也 我也一分钱没给他们 他们怎么觉得 你这样子填了之后能养育吗 养育吗 怎么不能养育 他们觉得就是说 可能会对这个环境有所影响 你怎么看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我养育的能养吗 怎么我投资1000万下去 我都有这个风险冒下去 不可能是很开心的 对不对 光明村的吴书记告诉记者 施工方提供了一份土质检测报告 检测结论上写着 本次检测指标均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如果村民们还是不放心 施工期间可请第三方进行检测 施工结束之后 他们也会对土质和水质进行检测并攻势 天宁镇负责管理农业农村工作的朱富镇长 也赶来现场了解情况 对于村民们担心的洪涝问题 朱富镇长进行了回复 整个一个培路是我们六百姆岛 包括整个一个区域 那边在蝴蝶岛那边有一个 两个三十六寸的磅 这个培路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说村民这个觉得高怎么样 那么合理地提出来 包括他们提出来一些 包括什么块什么 这个可以整改 他们说到那个杂图 对吧 到那个建筑垃圾 那我看看是局部有些 就是说混游一些杂质 这个是有的 那么对这些要进行整改 加户加高那肯定要省批过 你肯定要有规划 有没有我们的图管部门 水利部门 对吧 那么你既然做这个东西了 那我们城管肯定是也有牵扯的 只供省批 那刚才我们行政策法也说的 这个要用县里省批 可能是 因为我是管农业的 不是管省批这块 那你们有没有去县里面省批过 我是没去 你是没去 那有没有委托人去呢 我当初是问搜集的嘛 我们县农金局跟那个水利局呢 都已经来过了 包括昨天 昨天那个环保 环保部门也过来 因为针对这个女图呢 施工之前他们有没有来过 施工之前农金局都来过的 我们那个 都来过 来过来过的 那省批这些手续 你们到时候要不要跟 这个我们都公私好了 我们全部公私出来好了 好吧 有没有 前段时间没有公私 现在也 我这边还没弄好 弄好了会公私的 会公私的 会公私的 肯定会公私的 村民们表示 这些内容 应该在施工之前 就进行公私 毕竟这片水域 跟他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 之后 等公私内容出来 他们会及时提出 自己的意见 药包黄剑 接着报道